大家好,我是Jack 我今天做的是朱古力戳風蛋糕 看看材料 首先是分蛋 今次做的戳風蛋糕 我用了四隻雞蛋 即是四個蛋黃和四份蛋白 接著處理麵漿 油 水 少許糖 攪勻 低筋麵粉過篩 再攪勻 直至看不到乾粉 接著分兩次加入雞蛋黃 攪拌 攪勻 加上另外兩隻 再繼續攪拌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接著就可以加入可可粉 如果攪拌完之後 你覺得麵糊很稠的時間 你加入牛奶的份量 就要有適當的調整 攪拌均勻 所以我會分段加入牛奶來攪拌麵糊 直到麵糊的狀態是一種流動性 但待會兒大家就會看到的 當麵糊的狀態 去到這樣的流動性 我就覺得可以OK的了 接著就開始打發蛋白 加入一茶匙的檸檬汁 用高速來打發蛋白 直至看到大泡泡 接著就加入第一次的砂糖 直至看到泡泡開始起紋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第二次糖 之後打蛋器就要轉慢速繼續打發 直至你感覺到它開始慢慢凝固的時間 就可以加入第三次的砂糖 做棋風蛋糕 打發蛋白的狀態 可以是濕性和乾性的發酵 我這次 就選擇打發到乾性發酵 乾性發酵的意思 即是直至打發到蛋白 你拿起的時間 是起一個企直的尖尖 就可以了 OK 將部分的蛋白 加入這個朱古力粉漿 攪拌均勻 直至到見不到 白色蛋白的蛋白位置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麵糊 全部倒入蛋白 再慢慢 攪拌均勻 打開 弄成為蛋白的蛋白 直至完全看到沒有蛋白的顏色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粉漿 倒入模特兒 都倒入模特兒 調整 我們可以用工具 整理一下表面 然後就把它抖一抖 把麵糊裡的氣泡抖出來 之後就可以放入已經預熱了130度的焗爐 焗它50分鐘 完成 出爐的時候,我會把它倒扣的蛋糕,防止它回縮 完全冷藏之後,然後就可以用工具整理一下四邊和底部 然後就可以拿出蛋糕 蛋糕非常鬆軟 切一片來看看,當然就要試吃了 非常鬆軟,還有很香的巧克力味 我不客氣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我 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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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